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马克时空的周末军情 今天首先来谈谈军用无人机的最新消息 这个星期有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打算要购买多达120架的 加州空军公司黑翼无人机 大大增加了打击射程 并增多了进攻手段 并让潜艇远离敌军的防御武器及感测器 据称第一架黑翼无人机 预计最早今年8月交付 黑翼无人机可以从水下的潜艇发射升空 为了装载桶内 这款小型无人机有弹出的机翼 翼展为68.6厘米 靠电动螺旋桨推进 黑翼无人机机头有光电和红外感测器 还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和惯性导航系统 黑翼既由感测器和战术资料链 将目标情报传回潜艇 事实上美国海军已经对黑翼试验了好几年 洛杉矶级安娜·波里斯号核攻击潜艇 在2019年和2020年做了多次验证飞行 试验黑翼无人机在试剧外操作锁定目标 并快速对参与演训的滨海战斗舰 查尔斯顿号发动摩尼鱼类攻击 以测试最大有效射程 美国主力潜射鱼雷MK48 因为感测器的侦测范围有限 影响了它的最大有效射程 根据一些非官方数据 它的射程区性可以超过30英里 如今潜艇为了避免泄露行踪 已不再使用潜望镜 而是靠声纳侦测目标 不过要靠声纳精确测的目标 潜艇就要非常接近目标才行 而利用无人机搜索并锁定目标 有助于让潜艇远离敌军 避免被侦测和攻击 而且从加州空镜释放的影片来看 潜艇还可以通过黑衣无人机 遥控无人潜艇和无人遇雷来发动攻击 这样就使潜艇的攻击方式更多样和更隐蔽 而本身就会更安全 下面来看看澳洲中程辽机的新闻 由波音公司研发被称为 中程辽机计划的ATS无人机 已顺利完成了首次试飞 澳洲将追加1.15亿美元 将测试用的机队扩编到四甲 并与载人战斗机进行编队和战术演练 澳洲国防部表示 中程辽机二位底在南澳大利亚州的 伍麦拉试验基地 完成了首度从起飞到降落的完整飞行测试 这是该计划的重要里程碑 中程辽机在经过了一系列滑行导航与控制系统 操作界面等地面能力验证后 顺利完成了按照设定路线 在不同速度和高度间切换的自主飞行测试 中程辽机的航程可达3700公里以上 能在大幅提升澳洲军力投射能力的同时 降低人员伤亡的可能性 中程辽机的功能包括自主发动对目标的攻击 而且还配有人工智能软件能够自主探测 并避开障碍物和恶劣天气 而且还能够自主起飞和着陆等等 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到印度 去年开始中印爆发了边境冲突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局势也不稳定 美国媒体报道 据知情官员透露 印度将于下月批准以30亿美元的价格 购买通用原子公司 增产的30架MQ-9B捕食者无人机 以增强其海洋和陆地的防御打击能力 对抗中共以及应对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 印度正在成为美国的战略防御伙伴 为了共同抵御中共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和渗透 印度莫迪政府已展开了一项为期十年 耗资2500亿美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去年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流血冲突 随后印度租用了两架威武装的 MQ-9捕食者无人机用来监控边境 MQ-9无人机是美国通用原子公司 在21世纪初研发的一款查打一体无人机 MQ-9B是最新型号 2016年2月试飞成功 MQ-9B的驿展延长到24米 机长达到了11.7米 可以持续飞行约48小时 并携带约1.7吨的有效载荷 MQ-9B有6个武器挂架最多可同时携带4枚地狱火导弹 和2枚5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 MQ-9可以说是酒精沙场战果类类 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其他几个国家 都部署了MQ-9无人机 在消灭伊斯兰国和猎杀恐怖分子头领的行动中名声大震 2020年1月3号凌晨 伊朗二号人物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 遭到美军MQ-9无人机的空袭被击毙 此事震惊了世界 2007年10月28日 美军首次利用MQ-9发射第一架火箭 杀死了阿富汗叛乱分子 2015年 美国用MQ-9发射导弹 杀死了伊斯兰国柜子手圣战约翰 这名英国公民因斩首数名战俘而闻名 下面我们来看看SpaceX SpaceX公司在3月11号凌晨 成功发射了60个星链卫星 并顺利在大西洋的舶船上回收了第一极火箭 这是这枚编号为B-1058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这次任务是SpaceX公司今年的第七次发射 也是第21次将60个星链卫星一起送上天 还是SpaceX的第76次回收第一极火箭 另一项星链任务最快渴望在本周末发射 SpaceX的计划在本月底 至少再完成两项星链的发射任务 星链计划目标是为全国居民提供宽带卫星互联网 该计划从2018年2月开始实施 在组网的第一阶段计划发射约1.2万颗卫星 目前已发射了1200多颗星链卫星 意大利海军3月2号宣布两架美国海军的F-35B 成功降落在了意大利海军的加富尔号航母上 成为该国F-35B计划的最新里程碑 完成了这次起将认证后 加富尔号将返回意大利 并由意大利海军的F-35B战机与飞官继续训练 目标是在2024年达到初始作战能力 并在意大利海军订购的15架F-35B全数交击后达到全作战能力 可以随值和短距离起降的隐形战斗机F-35B 大幅降低了拥有航空母舰的成本 已经成为各国航空母舰的新宠 2017年服役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可以容纳40架左右的F-35B战机和各式直升机 战力不容小觑 南韩也在2021年宣布将开始发展国造航空母舰 几乎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缩小版 也一样会配备F-35B作为舰载机 日本已经向美国采购了42架F-35B战机 并确定将改装两艘正在服役的初云级直升机护卫舰 强化其全通式飞行甲板与相关设备 可以起降F-35B战机 这样日本就迅速拥有了两艘轻航母 战力超过中共的两艘航母 美国的美利坚机和黄蜂机两栖突袭舰 也都陆续完成了改装 每艘可以搭载6至10架F-35B 成为轻型航母 定期在西太平洋演习训练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周我会继续谈谈大黄蜂战机的发展和升级 欢迎大家来观看 如果你有什么反馈和建议 请给我留言 咱们下期再会